渡假要穿颜色鲜艳的露背长裙 经典的渡假穿搭 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说到王小陈 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 王小陈1988年7月25号 出生于山东青岛市 08年毕业 上海戏剧学院 中国内地女演员 因主演《都情感剧 我爱男闺蜜》中的方一 被观众所熟知 之后更是参演多部影视节目 16年5月21号 获得第19届华顶奖 全国观众最喜爱的影视明星 王小陈在娱乐圈人气 其实一直属于不温不火 他参演的每一部作品 口碑都还可以 跟一些经常演烂剧的演员来说 王小陈算是比较珍惜自己的羽毛 王小陈也曾经和胡歌合作过 《大好时光》这部剧热度还不错 跟胡歌的CP感也很强 也传在和胡歌的绯闻 但是两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们都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 算得上是师兄关系 合作当然会很快乐 但是最近相关媒体 爆出王小陈的恋情 消息一出 让很多网友纷纷送上的祝福 消息是在3月26号传出 王小陈带着一名男子和闺蜜一起去聚餐 吃完饭后男子和王小陈一起上楼 整套流程行云流水 宛如老夫老妻 疑似两人同居已久 在2018年11月 有媒体就爆出王小陈和一名年轻帅气男子接送 两人举止亲密 状态暧昧 一起吃火锅 逛菜市场 进餐完毕随后 送王小陈回家 并送完助理之后 返回王小陈家 直到2018年1月22日 次发现两人的蛛丝马迹 摄影师在王小陈家中 遇到王小陈的车 驾驶汽车的正式之前 拍到的神秘帅气的男子 随后就接上了王小陈 一起去逛街购物 已然一家居家 情侣的样子 在买完菜 逛完街之后 并没有回家 而是一起去 看了房子 期间王小陈 不识小鸟一人 将头靠在男子胸口 动作亲密自然 似乎证明 两人的亲密关系 一直以来王小陈 一直非常很低调 虽然在娱乐圈 一直没有大红大紫 但他一直在努力演好戏 磨练自己的演技 相比一些流量明星来说 虽然不是很知名 但是他一直非常的勤奋 努力上进 相信王小陈的演技 会越来越好 加上他这段新恋情以后 在演员这条道路 越走越好 总有一天 会让观众 认可他的演技 对于王小陈 你想说点什么 欢迎你留言评论 小编会每天 持续更新优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算 订阅